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我们这方面 确实是铜墙铁壁 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制 勇敢 不怕死 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 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 不那么灵活 他们的战线不巩固 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 最初是能不能打 后来是能不能守 再后是能不能保证挤养 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 这四个问题 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 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 今年夏天 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 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 能够打进去18公里 如果照这样打下去 再打它两次 三次 四次 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 政治方面 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 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 经济方面 敌人在清朝战争中用钱很多 他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 使敌人不得不合 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 没有这一条 同他们讲合是不容易的 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 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 要是讲一点理的话 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 敌人伤亡了109万人 当然 我们也付了代价 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 有了坑道以后 伤亡就更少了 我们越打越强 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 相反 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 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 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 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 我讲一个例子 战争的头一个月 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 怎么办呢 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 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 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 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 司机听到就躲着走 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 同时 把汽车路加宽 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 汽车开过来开过去 畅行无阻 这样 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40% 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 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 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 敌人在上面丢炸弹 我们在下面开大会 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 一想到朝鲜战场 就感到相当危险 当然 危险是有的 但只要大家想办法 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 依靠人民 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 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靠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 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 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县 守住了三八县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打回三八县 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屠门江 沈阳 安山 古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 取得了军事经验 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 空军 海军 步兵 靠兵 工兵 坦克兵 铁道兵 防空兵 通信兵 还有卫生部队 后勤部队等等 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 这一次 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 对美国军队 如果不接触他 就会怕他 我们跟他打了33个月 把他的底摸熟了 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 就是那么一回事 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 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 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 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 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 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 是惹不得的 如果惹翻了 是不好办的 接后 敌人还可能打 就是不打 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 比如派遣特务进行破坏 他们在台湾 香港和日本这些地方 都设有庞大的特务机构 可是 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 只要发动群众 依靠人民 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我们现在的情况 同1950年冬季的情况不同了 那时候 美国侵略者是不是在三八线那边呢 不是 他们是在压绿江 图门江那边 我们有没有对美国侵略者作战的经验呢 没有 对于美国军队熟悉不熟悉呢 不熟悉 现在这些情况都变了 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推迟新的侵略战争 他说 我要打 我们就用前三条对付他 如果他说 我不打了 那么我们就有了第四条 这也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 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 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 但是 人家侵略来了 我们就一定要打 而且要打到底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 和平是赞成的 战争也不怕 两样都可以干 我们有人民的支持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人民踊跃报名参军 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 百里挑一 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 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 我们就跟他再打下去 打仗要用钱 可是 抗美援朝战争用的钱也不十分多 打了这几年 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 当然 能够不打仗 不用这些钱 那就更好 因为现在建设方面要用钱 农民的生活也还有困难 去年 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 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 他们要求世人证 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 我们赞成不赞成这种意见呢 我们是不赞成的 当时 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 对农民说来 对全国人民说来 是生活暂时困难一点 争取胜利对他们有利 还是不抗美援朝 不用这几个钱对他们有利呢 当然 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他们有利 去年和前年 我们多收了一点农业税 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要用钱 今年就不同了 农业税没有增加 我们把税额稳定下来了 说到世人证 我们是要世人证的 但是 什么是最大的人证呢 是抗美援朝 要是这个最大的人证 就要有牺牲 就要用钱 就要多收些农业税 多收一些农业税 有些人就哇哇叫 还说什么 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 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抗美援朝是世人证 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世人证 所谓人证有两种 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 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 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 前一种是小人证 后一种是大人证 两者必须兼顾 不兼顾是错误的 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 重点应当放在大人证上 现在 我们世人证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 要建设就要资金 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 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 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 不可多改善 不可不照顾 不可多照顾 照顾小人证 妨碍大人证 这是世人证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人证 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 重工业建设别干了 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这种思想共产党里面也有 在延安就碰到过 1941年 陕甘宁边区争了20万市公粮 一些人就哇哇叫 说共产党不体贴农民 共产党的个别领导干部也提出所谓世人证问题 那时我就批评了这种思想 当时最大的人证是什么呢 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如果少争公粮就要缩小八路军 新四军 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 所以 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 帮日本帝国主义忙的 现在 抗美援朝已经告一段落 如果美国还要打 我们还是打 要打就要争凉 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 说服农民出点东西 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 哇哇叫 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 道理有大道理 有小道理 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年应当提高一步 但是不能提的太高 如果提的过多 抗美援朝战争就不能打了 或者不能那样认真的打 我们是彻底的认真的 全力的打 只要我们有 朝鲜前线 要什么就给什么 这几年 我们就是这样干的 会晨得多了吗 咱们也别再来说 就去 anything 我说不要说 你是不是 不我们能够想罢了